在相隔了十多天之後 本港再出現一些本地確診的個案 政府是非常關注的 尤其是我們知道一些有關的患者 在求診多過一次 在一些私家醫生的診所那裡 都是沒有留到一個心頭退役的樣本 去進行2019冠狀病毒病的測試 這件事我們都是非常關注的 在這裡我鄭重提醒所有的私家醫生 如果發現病人有呼吸道的症狀 或者病徵 就算是病徵非常輕微 或者有其他的懷疑 都是要安排病人進行 這個2019冠狀病毒的測試 要應付2019冠狀病毒病 無論是私人執業的醫生 或者公共醫療系統裡面工作的醫生 都一定要守好第一度的防線 當我們看回從疫情開始 從私家醫生進行的 或者私家醫院轉介的病人 去到留這個心頭退役的樣本測試 已經有超過12000個樣本 當中確診個案有84個 我們看回過去三個月的數字 由私家醫生或者醫院轉介的 一些測試的中數 3月有3600多個測試 4月份去到5700多 5月又跌回到2800多 我們知道香港有差不多7000位的醫生 在私人市場執業 這個如果他們能夠可以有效地 為到適當的病人 做一些2019冠狀病毒的測試 是會形成一個非常有效 和覆蓋率很大的一個檢測的網絡 當然我們同時要提醒市民 呼籲市民 在這個時候 當疫情都是有反覆的情況下 如果他們身體有一些不舒服 有一些類似是 或者懷疑是一些 冠狀病毒的象徵 或者上呼吸系統的感染的象徵 就算是很輕微 都是要去看醫生 甚至是主動查詢關於這個測試 放棄出機 這個測試劃 然後再次明確一下 然後再次明確一下 2個月 曝光 都沒有 然後再次明確一下 照片 絆的 寬試 是 我 我